主席各位官员 这个各位先进大家好 主席首先是不是可以请这个师部长 庞伟你好 部长您好 部长我想这个实际上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原来我们只是经济部 但大家认为能源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经济及能源部 那我们也知道 这里面实际上我们把 原来的原子能委员会 也把它画进来了 当然也有再区隔了 再有一些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能源署 原来我们就有能源局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源署 再加上能源研究所 能源研究所我们看起来 上面有845个人 但是我也看到它的内部的组织法 我觉得现在我们能源署里面 还是在做能源的研究 但是我们能源也所加了 也是做能源的研究 那当然越鼠呢 它就是又管政策 又管执行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还没有真正融合在一起 当然这个一个组织在造 它是要有一点谋合期 所以我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这个部长 我觉得在这个原来的这个司级里面 基本上并没有特别有关能源的部分 因为司还是管政策嘛 所以您觉得 因为我很担心 现在能源署他认为 他又管政策 又管执行 也管研究 他还是照以前在做 那但是扩大了 变成鼠 因为我们觉得很重要 但是呢 我们现在能源研究所呢 那他还是 而且他不仅管这个能源 他现在还管这个 这个原子能 或什么 这些相关的一些发展啊 什么 也都在里面 那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经济部上面 再加一个司 对于这个能源部分 予以加强 然后让他们的这个 所有的组织的这个 这个原有的一些规定啊 把它离清楚 让它能发挥更大的功能跟机制 这是您觉得是不是 可以考虑再加一个司 然后呢 也符合我们把它变成经济及能源部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说当时在司跟处跟局之间 因为有个总额管制的概念啊 所以没办法加了很多司 这委员聊在那边 我们一共有这个七个司 已经算是很庞大的啊 又有七个局 包括属在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下 假之再加个司的话呢 可能会预约的原来的 各个部会管制一个上限 这第一个报告在那边 第二个当时会成立能源署 就是回应社会的各界 以及立法案的取取 需要能够重视这个事情 那属本身是有政策的 跟执行两个部分在那边 所以呢 整个能源署的人力 我们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增加 在经济部有限人力之内 我们重新做调度的话呢 要把能源署人力有增加起来了 才能够做这个工作 这第二个报告在 那第三个 能源研究所 制作研究发展的工作 那能源署制作行政工作 两个之间业务完全不相同 我们有兴趣的话呢 不妨花个时间到能源署去看一看 它都是研究设备 所以能源署本身不就研究发展的工作 但是呢 它会去做研究发展的督导的业务 大概是这样一回事 但你们好像这上面还是有研究哦 没有督导哦 因为能源署本身不可能做研究工作 它是行政机关 它的确有能源基金 有再生能源基金 会有一些费用来跟各个研究机构 包括很多的法能机构 共同去 制他们的研究发展的工作 没关系 我想这个部分 我到时候再跟这个 我们在协商我们再来研究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 美其名经济及能源部 在里面所有的司里面 没有一个跟能源有关的 很勉强的把它放进一个 什么资源经营管理司里面 没有 甚至也不在里面 我了解 就是说当时考虑是说 能源要一体化 所以把属呢 因为属是服务有政策跟执行 局是没有的 所以大概有这个分野在那边 所以呢 我想在这里啊 你看这里面 它也有有关 这个能源有关 就是能源署的组织 组织法里面的 第二条的第七款 它还是能源有关的 技术之规划 研究发展机管理 所以你看它就 他讲规划是这一块 那研究本的话强调 能源署本身是行政机关 它不可能去做 实际的研究工作 没关系 我就说这个部分啊 到时候我们再来研究 谢谢 我们因为是 后来把它加进去 那当然要强化这个部分 但是感觉上我们很担心 这样能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 然后再一个呢 因为我觉得那个 现在我们的足科啊 就是我们的科学园区 当然北中南线都有了 但我觉得这个 还是应该在经济部向下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 科学研究 科学园区就在 科学研究 它只是科学园区的管理 跟我们所有的这些 呃 原有的这个呃 产业园区的 其实应该是一致性 是不是应该要放回 我们经济部比较合宜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问题也是 有很多的讨论 有不同角度的看法 在那边 后来决议把它 还是留在国科会改做的 科技部底下 来当做个管理单位 那么经济部 跟委员报告 经济部的 产业研究管理局 才一个局 这个局呢 要把原来的 交工出口区 管理处 好几个处分处 加上我目前 六十一个工业区啊 要放在一起 这个管理 这单位的职长 已经够庞大了 它有四个分局 然后有一大堆的那个啊 它单位很大 六十个工业区 那么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产业研究管理局 目前 这些单位 里面的厂商的产值啊 大概有将近到 四点二兆 四点三兆 是非常庞大的组 要是再把别的 举拿进来的话 这组织会变得 更庞大的 但它要事全统一啊 你比较好 这个整个整体上 你才 这你是属于经济部啊 那整体在你的掌握之下 对不对 你现在把它分出去了 它又不是科学发展 它也是同样的园区管理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分呢 我不知道这个道理在哪里 再一个我想请教一下啊 就是这个部长 因为我觉得啦 我们对于这个 所有的 这个现在我们台电 呃发电 这个整个的结构啊 电源的结构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是 真正我们也期盼 在这个整个能源发展 还有未来的方向上啊 我觉得这个比重上 我就要很清楚的告诉人民 还有发展的方向 那到底是什么样情形 因为那天我还看了报纸 就说我们现在的电价 可能是日本的二分之一而已 电价 差不多 那所以呢 我们到底现在状况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的很清楚 让人民一起来关心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都是水利 呃很厉害 我们有很多的水库 但我们发现 我们水利发电 才占了1.5 是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这个非核家园 当然我们也知道 瑞典 它马上要非核非碳哦 他们能做到这样子 但如果非核家园 我们到底要多久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想 应该怎么样来做 但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非碳家园 也很重要 但我们是减碳啦 先做到减碳 先做低碳 先做低碳 要涨化根本 但你看我们现在的火力发电 占了我们整个发电的 百分之七十耶 哦 所以我想对这部分呢 呃 而且我们现在所有东西 都是外购啊 我们不管煤也是要外购啊 我们天然气也是要外购嘛 全部都是 对 油也是要外购啊 所以我想对这个部分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 其实应该很清楚的告诉人民 让大家一起来面对 然后来决定 我们的能源政策 谢谢 啊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谢谢 好不好 好 那我谢谢市部长 呃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 那个刘 刘主委 刘主委请 刘主委好 哎 主委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 现在我们把这个经建会啊 还有研考会啊 整个家里变成一个国家发展委员会 那实际上国家发展委员会 在我们现在组织再造的过程里面啊 当然我们有三个独立机关啊 有这个公平会中选会 还有NCC 我们国家传播 呃不是 啊 还有一个是那个 呃中选公平 对中选会 公平会 NCC嘛 啊 我们三个是独立机关 那但是在委员会 那但是在委员会里面啊 一定是跨部会才要成立委员会 所以我觉得真正委员会性质的就是一个国发会跟我们的大陆呃呃呃这个委员会啊陆委会两个委员会而已 但是呢这个金建会以前我们就认为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实际上呢以前这个金建会的主委 基本上都是做过至少经济部部长才会做金建会主委 但是呢也就是说只要上面长官重视他就变得很重要 不重视就变得不大重要啊 那现在我们变成国家发展委员会啊 其实两个这么重要的委员会放在一起 但是我看起来啊 我真的蛮担心的因为将来他能否这个呃 因为他又跟洛会不一样 他只是协调各部会配合他政策去做 但是国发会他基本上是整个架构上是在整个国家发展的路程当中啊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制定政策啊 并且呢将来还要督导严考啊 那整个国家推动这一块都在这里 所以我蛮担心的啊 就说这里面我看到因为可能是因为加上研考会啊 因为朱主委在这里啦 因为自己啊是做组织再造呢 所以啊呃把自己就就把它说的比较小啊 免得这个对别的单位不好交代啊 但是呢我很担心这样的话呢 他在这个直等上还有机制功能上啊 能否真正的发挥这个呃整体的力量哈 一个处就比较是OK的 可是因为这个国家发展委员会 他要的这个层面真的是非常的广 而且他从前面就是制定国家未来的这个方向走向等等 他要思考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多 思考然后订定政策以后呢 各部会之间的协调工作也是非常的多 然后再加上后面的研考 所以现在的架构当然就是说 国发会就是比照因为名字叫委员会 所以就比照其他的 譬如说桥委会啊圆明会啊等等 那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因此 这个前面我们就是谈了以后就说至少要七个处 那七个处都已经是从十六个处减成七个处了 我就是我就是担心不够啊 这个这个是不是也请朱主委 这个朱主委这个说明一下 朱主委请 您觉得这样子您会不会担心 因为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这个委员会里面 我觉得这个整整个国发会啊 国家发展委员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协调单位 而且呢呃这个你这个重要性 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啊 那您您觉得现在这样子足以因应 这个整个未来的组织目标吗 呃跟潘伟呃这个感谢您关系这个问题啊 因为说实在话我们是自己呃 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模范啊 因为大家都认为呢 这个组织改造很多借由这个时候啊 来做不同思考的一个或者扩张或者是 刚刚刘主委特别提到我们的处长呢 其实简列了非常之多 那最主要也是呼应到基准法的限制 不过呢在整体上的这个掌理事项 跟他的职长还有他委员的组成 其实是更可以彰显这个国发会的高度啊 因为最主要是呃都是在国家发展政策层面 最重要的那个视野 那么其次呢是在整个委员的结构里面了 整个所有的委员会八个委员会当中 只有两个委员会呢是用部长级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委员 所以像国发会来讲他其实呃这个委员里面是七到二七个人当中有包括政务委员 包括这个呃秘书长财政部部长 技能部部长科技部部长等十四个不同部的部长呢 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他可以在那个地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的协调跟决定的一些平台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他的视野跟他的这个高度呢 还是跟一般委员会呢有所区隔的 因为一般委员会都是用副首长层级担任委员 以上报告 好那我想这个朱主委 我觉得对于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大家很关心啊 但是因为你因为主主管这个整个的主改了 那我们也希望经过主改之后 除了委员他有足够的影响力之外 这个所有的这个处啊 因为呃大家这个因为直等上你将来要协调部会上好 因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组织啊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呃 你看你你们不好讲 我们反而说特别应该给予支持 好不好